這次有沒有想過要找那一集 其實這次有邀請 沒有空 有邀請 相當多 那個 警帖有給很多藝人 但是因為很多人都很忙 但是我們兩個就說 沒關係現在是第一集嘛 第一集而已 或許我們會有第二集哦 先賣個關 噓噓 噓噓 這個已經蠻刺激的啦 看到來就哦 不錯 蕭敬騰呢 他是那種天才型的歌手嗎 他很好笑 你一定要說 怎麼說 沒有他 他很可愛啦 他的爆發力很強 你知道嗎 然後唱完以後 老師 我要尿尿 各位是 老師 我 我餓了 就是很 他的口氣是那種很乖 很鄰家小孩的那種感覺 老師 我 我餓了 然後 但是他的唱歌都就是 哇 然後 然後完了以後就 變另外一個人 所以他很好笑 我覺得 然後就是 他跟我說 他在家 他們全家都很愛唱歌的耶 他全家 他的媽的 媽的 還有他的兄弟姊妹都很愛唱歌 他們每次 會 會 呃 周末 他們會全家去唱卡OK 然後我就說 欸 你們全家誰唱得最好啊 他都說 我爸 哈哈哈 哈哈哈 他真的很 cute 你知道我意思嗎 這他完全不會神話 的那種 但是如果久了以後 他會 再 再給你說多幾句 如果說你跟他熟了以後啦 對 嗯 他有一次我看到他 我跟他 shake hand 他就 shake很大力 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在那個 福州啊 剛好福州我們去頒獎嘛 連他也是有去 所以我就看到他 我就 欸 嗨 然後他就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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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欸欸欸欸 很痛很痛 哈哈哈 他是很清晰的那種look 看著你這樣 很好笑真的 嗯 那小豬呢 小豬應該也就是 就是 口肉炫和的那種對不對 他也是 他很好 這個瓜更好笑 他說 他第一次跟他錄音 他說 呃 你說 欸 辦那個劉多華給我看 哈哈哈 然後 呃 辦那個什麼什麼給我看 對 對 然後 他辦得很像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 我覺得還蠻 然後有時候錄音錄到一半 有一點 有一點 感覺有一點累了 欸 辦劉多華給我看 把人家當 當成那種笑 entertain 耶 so so actually 是我先開始錄他 然後才到他嘛 so before that 他就打聽了很多人 欸欸 欸 那兩個老師怎麼樣啊 然後他們就可能就騙他 你知道嗎 就變 欸很兇了齁 你自己小兇一點齁 那蔡依林也是call我嘛 他說 呃 老師 你要錄小豬啊 老師我跟你說 整死他 哈哈哈 然後 好結尾這個 很好笑耶 然後 然後我就去studio 我準時到 好 他就比我先到咧 他的bag全部都在那邊咧 然後他的精靈也坐在那邊 我說 欸他去哪裡 喔在 TOILET TOILET啊 喔 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 近三十分鐘 還沒有出來咧 我說 欸 怎麼這樣久 我說他很緊張 然後 他去打聽你們咯 他說你們 他說你們很兇 我說 沒有啦 我說 誰跟他講的 然後 蔡依林 蔡依林可能還有 左文軒也是 左文軒 左文軒也是跟他講說 我們很兇 叫我們要 叫他要小心 就是要害 就是要 要騙他的 サボ他 對 所以後來他就出來了 欸 小豬你好 嗯 嗯 嗯 你很緊張啊 嗯 嗯 嗯 你在裡面開嗓子啊 沒有沒有我在開場 開場 你知道嗎 我說 我要你重新認識我 嗯 這樣喔 等一下他就 這樣 然後後來 我們兩個人就有一個 共同的一個習慣 就是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想嘛 一邊聽 一邊想 一邊教他 所以我們要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嘛 然後他就 跟我們講說 欸老師啊 你不要再走了啦 我們怕你一定要走走走走 走出去叫Dexi回家了 哈哈哈 所以其實他錄音這樣 滿輕鬆的嘛 嗯 不過其實 你在錄音室 你看到他另外一個他的 就是不是在那種 你們看到他主持間那種 搞笑 不是的 他也是有他認真的一面 嗯 嗯 就是他很 很serious 就是他會看歌詞 然後一邊在那邊 練唱 找位置啊 什麼什麼 所以 你看這次他新歌搞笑 搞笑 對 就是因為這樣子而寫出來的 嗯嗯 就是特別為他而寫的 然後而且他的詞也是填得很好 就是說 呃 你不要以為我整天就嘻嘻哈 其實 我在搞搞笑的時候 我其實是 不要讓你們知道 我其實 我其實不快樂的 謝謝謝謝 嗯 可是他這麼會模仿嗎 會不會當初 呃 要製作他的 那個 幫他錄音室的時候 其實有點困難 因為他也 就是shake off那個 你的花的影子 或者是過後床的影子 我們都不斷地提醒他了 嗯 有時候就 會有一點 我們就說 欸這邊不好 有一點像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就會提醒他 嗯 並且就示範給他 給他聽 他要應該怎麼唱 因為他模仿能力很強 嗯 你只要大概唱 唱個幾次 他就有辦法 完全就可以拿捏到 我們要的東西 嗯 嗯 嗯 那還有一個 還有一位 東東 陳曉東 怎麼請得到他出來的 沒有 他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有一次我在北京 我去Gym 去Gym 我就看到有一個人 在那邊做Stretching 然後他 他 我去 怎麼 我去 怎麼 這麼巧 很好笑的 哇 欸 不要試過太強了 欸 這樣 可以嗎 這樣呢很好笑 欸我要開演唱 你要不要來 欸我要去我要去 馬上 OK了 哦 那是什麼年頭還是去年 去年 去年的事情 嗯 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嗯 沒有沒有 他就跟他 他有一個導演員在訓練他 我 欸你知道他是誰嗎 他就是幫我寫這個 比我幸福的那個老師喔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覺得真的是很出名 大家都懂 我說 我就 bail 嘻嘻嘻嘻嘻 低調一點 Ted the out 哦 Ted the 他 哈哈哈哈 太容易了 不可以 其实他们都不难搞 不难搞 因为我们两个人很nice的嘛 我们在录音 我们是去教课 然后我们会make sure 你这边怎么样唱 那边怎么样唱 他们都会很有安全感 那谁在进录音室的时候会有怪癖 怪癖啊 怎么又是怪癖啊 我看到 这几个都还好耶 都还好 来我们的chopter1的这一批 chopter1都还好 chopter2可能就有败皮了 那谁要花最久的时间培养情绪唱情 其实他们这几个都挺厉害的 我们一般可能就是我们录一首歌之前 我们都会先跟他们讲故事 跟他说 其实这个歌主要他的picture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他的scenario应该怎么样的 他的在什么画面 我们先丢给他 所以就开始来了 所以一般他们都听挺容易就进入状态 对 一般比如说 跟他们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慢 因为没有经验嘛 以前我记得录燕姿的那个我要的幸福的时候 因为他 因为那个歌其实也怪我了 因为他是五拍六拍五拍六拍的 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算咯 喂 爱幸福 然后就进不去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 那个time signature一直在变 然后他就 急了耶 然后就唱一两遍就没有声音了耶 然后我就 哈啰啰啰啰 我就趕快跑进去 开门 又躲在那个空那边哭啦 我说 欸你不要哭啦 你这样这样 你要你要休息吗 我要吃巧克力 然后我就 我就趕快去买巧克力给他咧 然后然后他吃完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 那就进去了 几次这样OK了 所以要是因为这唱了好 就要给他吃巧克力哦 他每次心灵不好就吃巧克力咯 好说到这个演唱会 你们跟这些艺人会讲 会有讲解的互动在合唱 我们当然会有一些 比如说合唱的曲子啦 然后跟他们一起 可能有一些 很精彩的一些可能对话啦 还有可能会 反正 我要留 卖个馆子了 到时候 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来看 好 跟 跟我们的camera说 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演唱会 因为你们来了 会像我们那么样的开心 因为 这个乐园是 千载难逢的机会 别错过 嗯 而且这是我们新加坡的一个 大型的音乐盛世哦 那么身为新加坡的 你们是不是要support我们咧 耶 等你们啊 几时 4月18 在哪里 Indoor Stadium 我们的乐园等着你 我们的乐园等着你 啊 啊 啊 在哪里 我们的乐园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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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